香港棍網球公開賽殺科 港隊在男女子組都是屈具牙棍 紅衫港隊在女子組決賽對日本的慶應二屬大學一隊 第一節曾領先3比2 港隊第二節連失3分之下 到第四節追至8比8 但之後被日本射入奠定勝局一投 最終輸8比9得牙棍 曾經顯美國出戰職業聯賽的許家熙 滿意港隊的表現 在美國我學了很多不同的技術 我想最主要是團隊的精神和速度 我在那邊打球或者練球 就會面對一些很強的對手 回來和隊友練球的時候 如果我進步的話 隊友可以一起進步 女子組未能得到3年勝 但男子組起小組賽 就以全勝姿態晉級決賽 不過紅衫港隊同樣不敵日本代表 未能夠連續三屆捧杯 港隊半場一度領先5比4 但下半場後勁不計 最終輸6比7得第二 無線電視記者莊婉晴報道